当北韩大兵出现在俄乌的战场 他彻底改变了这战场的面貌 改变了什么呢 变得更棘手 也更让人担心 普丁证实俄罗斯已经展开了新一轮的核武演习 要来回应美国对于 远程攻打武器的松绑的这项决定 因此我们看到俄罗斯包含了水下空中 核三位一体在秀Muscle 更特别的是 当年丢下人类第一颗青弹沙皇炸弹的 图95轰炸机 居然也再一次的出现在日本海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他振着了美日韩 他把普丁逼急了 最后会不会擦枪走火呢 大家现在每天都在讲 第三世界大战 核子战争 讲多了 讲多了就罚了吗 狼来了嘛 狼来了大家就不以为意了 先别人把这个事情 万一狼真的来了 狼真的来了吗 人类要怎么来面对 好 现在关键在这里 拜登放话 只要发觉北韩的部队 在乌克兰打仗 我立即就把长城飞弹 供应给乌克兰 对 而且让他去打莫斯科 对 普丁放话 只要有你的美国长城飞弹 打到我莫斯科 我就核武回击 你一步我一步 会不会真打起来了 放话对不对 对 错 普丁岂是放话的 普丁做 普丁自己实地参与 自己实地宣布 俄罗斯进行全面性的核武演习 这次的演习有不同于以往吗 这是近几年来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核武演习 第一次三位一体的演习 什么叫三位一体 首先普丁把核武使用原则放宽了 第二个注意看 他在勘察之半岛 发了一个地基的导弹 是 陆基的导弹 导弹 是 发射出去之后 还没完 两艘核能潜艇 也发射 水下的潜射 水下巡弹飞射 然后突九五 啪出去 也投掷导弹 侯野习吃全餐 三位一体全部出动 而且俄罗斯国防部说 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是 好 我先讲 他这次在勘察之半岛射的那一枚 不是普通的巡弹导弹 那是什么 他这个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你看他这射的画面 好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他是射给美国人看的 第一个 他现在可以带三枚核弹 将来新的要带六枚核弹 是 他可以飞一万两千公里 也就是从北极射出去 全美国境内 全境阻盖了 好 他现在已经在线上可以使用的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有三百枚 是 三百枚 每一颗带三颗好 我说将来可以带六颗嘛 那不就一千八百枚的核弹了 对 现在是九百枚 将来一千八百枚 我告诉你 他的力量 可以把五万以上美国城市全部摧毁掉 五万以上 所以这一次他不是轻易地在掉以轻轻 就在这个同时我再跟你讲 发生了一件极严重的事情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号 俄罗斯四爆了一颗 全世界最大 最厉害 威力最恐怖的沙皇炸弹 就犯给美国人看 你不要让我重启沙皇炸弹 我沙皇炸弹打了美国 你受不了受不了 各位看 这个呢 他的纪录片是这样子 就是除久我 在这个沙皇炸弹 到新里岛上风 一万零五百米的时候 对 丢下来 对 在四千米的时候爆炸 是 爆炸 我告诉你 他那个蘑菇云 你知道 他的直径 直径超过九十公里 九十公里覆盖了整座城市 对 好 然后 我告诉你 他这个 火光 一千公里之外可以看到 最重要来了 现在美国人傻作 你知道吗 他一颗的这个威力是多少 三千八百颗广岛原子弹 三千八百颗广岛原子弹 而且注意看 然后他就说 这里所有几十公里的这个沙土 全部变成焦土 放给老美看 放给欧洲看 是 你受不了 受不了 这样子一枚炸弹 受不了啊 把你在那边 放一下上空爆炸 是 你整个毁城市 毁天灭地 所以这是普丁在这时候放这个影片 是 最高最高的一个警告 对 好 现在最大问题在哪里 在北韩 因为北韩派一万两千人到俄罗斯去 没错 好 普丁会不会让这个小老弟 没面子吃亏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 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只有一个目的 替小老弟 撑腰 是 好各位 看 就在同一时间 你看俄罗斯做多少时间 宣布完成了太平洋舰队六艘潜艇 六艘潜艇 这是太平洋舰队 就是在我们这边 这是洛基第三代潜艇 他建六艘 六艘都完了 马老师这有什么了解 这才有潜见 我告诉你 这美国人最怕的 为什么 不是核动力他最怕 第一个他立宗 安静 立宗 他是立宗潜艇 我告诉你 美国人就怕你跑到我旁边来打我核弹 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搞清楚 立宗你怎么搞清楚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他可以在水里面浅服四十五天不斗 四十五天第三个 我跟你讲最严重 他带有口径飞弹 他口径飞弹是可以打核子弹头的 那他现在肯径飞弹 只能打2500公里 所以美国很简单 我只要把2500公里的海域去 我去进空 我不让你进来 对 但是俄罗斯知道 俄罗斯现在研究出一个四千五百公里的核导弹 就他可以打四千五百公里 我看你在进空嘛 所以第一个 他现在这边想 第二个 你看普丁做多少事情 突然之间两架图95 由苏凯30护航到日本海 在日本你知道飞了多久 飞了十个小时 日本人吓得惊慌失措你知道吗 好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图95在日本飞10个小时 就是告诉北韩 你放心 老大哥在这里 在普丁最近动作一一连串 他说马老师图95太老 是图9572年的 1952年研发出来 现在是2024年72年 错 当年为什么要研发图95 就是为了丢原子弹而研发出来 他专门丢原子弹的 而且我告诉你 他的航程可以开 12000公里到14000公里 他时速可以开到800公里 我告诉你 各位看 导播看 他有四个螺旋 涡轮的螺旋桨 当然这四个涡轮桨 是全世界最吵的飞机 他外号叫做熊 我告诉你 他吵到什么程度 美国潜见的时候 我们在海底 都可以听到他飞过去 吵死了 连美国战斗机 我们去追他 对 只听到他的窝龙引擎声音 我的喷射机声音 我都听不到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因为他丢核单 日本收核单的侵扰 我派两架这个 到你的上空去 都是有特殊目的的 这个时候 会不会何威哲 变成了何失控呢 全世界等着看 那一万两千名 派进俄乌战场的 北韩大兵 韩战之后 就没有打过实战 看看他们是 真的是最不怕死 最耐打的人间杀气 还是根本来轮回 炮灰而已呢 我跟你讲 现在因为普丁刚刚讲 突然之间 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事情 都为了小老弟 都为了小老弟撑腰 是 小老弟到底有没有去 是美国线最重要的事情 我告诉你 一万两千名北韩兵 源源滚稳 确实是到了俄罗斯了 来 我们看这张 这个是 已经北韩军队 已经穿上了俄罗斯的军服 穿上俄罗斯的军服 在莫斯科红场 拍照 确实已经抵达了 确实已经抵达 拍照 你看 很开心 注意哦 他穿上俄罗斯军服 然后很开心 去那边打卡 看到没有 拍照打卡 你来打仗了 怎么搞得跟观光客一样 因为白新鲜嘛 他们现在还在受训 是 他穿俄罗斯军服 用俄罗斯武器 对 他现在在受训 是 我告诉你 受训完了 这群猛兽一上战场 准备去当炮灰了吗 不晓得是不是炮灰 是 好 注意看 这张照片更有趣 他们宣到了俄罗斯 穿了俄罗斯的军服 但是对不起 两张王牌的照片 随身攜带啊 金正日跟这个金日成的照片 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还是要戴在身上的 这一次在俄罗斯的战场 为什么说完全改起来要骂 金正恩这个小老弟 对于普丁 他是有人出人 有武器出武器啊 现在金正恩对俄罗斯 确实是尽心尽力 对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俄罗斯军援给他 十亿美元又丢给他 第二个 技术资源给他 我给你导弹啊 卫星啊 第三个 现在你的卫星 用俄罗斯的卫星了 好 但是现在传出一件事情 传出一件事情 就说 这个现在 北韩 两万箱以上的货柜 运到俄罗斯去 运到了 两万箱 它运的是炮弹 两万箱可以多少炮弹 940万发 152的炮弹 跟122的炮弹 它主要是送这两种 但现在有传出说 六成都打不准 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前线 推动不去 那不是很惨吗 我告诉你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北韩 要跟俄罗斯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将来无人机 飞弹部队 远远滚火而去 注意看这张照片 是 这个人是谁 是北韩的外交部长 叫崔善基 是 他9月16号 去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就他今天 这张照片是今天 他又去俄罗斯 他这么密集造访俄罗斯做什么 他谈两件事情 一个是明的谈 我怎么支援你 怎么跟你合作 第二更严重 我觉得金正恩要去访问俄罗斯 跟普丁见面 我的一万两千名大兵过去了 我人也要过去了 我认为他是去谈 安排金正恩 去跟普丁见面 这就不得了 天大地大 他们两一见面 见面要谈什么呢 我告诉你 携手合作 南韩打我 我就帮你打 乌克兰你帮我打 有人欺负我们 就核弹对付 我告诉你 双方只要达成这个协议 这个天下就乱掉了 最后这句很恐怖 所以何威者 会变成两国的核失控啊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大堆 这个今天普丁做的事情 是 那金正恩做的事情 也是有玄机的 这火星18 对 火星18不得了 他可以飞到六千公里的高空 飞一万五千公里 飞到美国头顶上了 在核弹头 我告诉你 他现在弄了火星16B跟火星18 他故意拍照片 可以欧洲看 美国看 日本看 南韩看 你看最后一句说 带核弹头 飞了一万五千公里 打到美国上空 美国大选过后 他要丢核弹了吗 我告诉你 就是你如果真的爆发 两韩战争 你真的打到我头上 我就丢核弹给你看 所以今天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动作 只告诉你们一个讯息 俄罗斯跟北韩要吸手了 吸手 如果你们还敢欺负我 对不起 核弹伺候 你看老师敢不敢 我们看到一年来三个台风 谁受得了 旺子 我们今天来看到是 康瑞台风这一次发威 一颗高丽超过200块 小黄瓜苦瓜 军价也破百 不只蔡家长 怎么会连面线 珍奶 五十几 Buffet都跟着喊涨 一颗Buffet 3380块 哇 怕死人 创下了台湾的新天价 今天为什么一开始 跟你讲那么多的数字 5块10块 要在那边斤斤计较 因为台湾GDP 五年来成长了超过20% 赢过美日韩 好棒棒啊 可是为什么劳工分道的报酬 反而减少 立院的预算报告 揭露了我们 劳工的3D困境 是啊 听到台风要来 今天早上很多爸爸妈妈 就到传统市场那边去买菜 结果一买不得了 大家发现 大牌长龙之外 菜价都上涨了 你知道吗 因为台风天会有预期的心理 所以现在包括夜菜 已经涨了两成 其中最贵是什么 空心菜 涨了五成 那过去呢 大家觉得很便宜的 像是青葱啊 这些菜等等的 原本一把大概15块 现在涨到50块钱 那当然吃火锅一定要的 这个蜗菌 现在是羽猪即家 以前是以把计价了 现在是以租计价 一租要40块钱 你就知道 现在台风来了之后呢 台风来之前 其实菜价在蠢蠢欲动 已经飙了这么多 但问题是 其实物价的根本 也不是因为台风来 很多的是因为 电价的关系 你知道 电价涨了之后呢 开始摊伤啊 或是一些业者呢 会有预期心理 所以跟着涨价了嘛 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台风有旗有尊 他要来 起点多 他过去点多 可是过了之后 他照理讲 菜价就要回落了 没错 问题是 有一股力量驱动上去 他就降不下来 最根本的就是涨电价啊 是啊 现在大家很担心 明年的民生电价 会不会调涨 这是大家很担心的 问题 因为今年工业利用电 已经涨了 明年民生用电 跟我们息息相关 民生用电会不会涨呢 主龙太在立法院讲说 明年的电价调涨 他说希望政府能够 稳定下来民生的电价 但是他有个诞书说 如果这一次 两千亿的补助没过 那台电吃壁亏损 亏损的话 明年的电价审言委会 就有其他的考量 这言下之意就说 两千亿的补助没过 明年的电价审言委会 就有可能会调涨民生电价 哇 这话就不得了 民生就会紧张 你知道吗 这个紧张 也不是只有一般小老百姓紧张 电价也开始 蠢蠢欲动了 因为我们知道 电价如果调升一成 其实物价就会推升物价 0.12个百分点 所以是息息相关的 那现在呢 其实我跟你讲 很多小时店就开始寒涨 中南部也是 大家去入港 会想吃这个面线湖 有没有 现在面线湖 有三家当地指标店家 已经涨五块钱了 小碗的三十块 现在涨到三十五块钱了 所以不用等明年调涨民生用电 是 现在就已经开始寒涨了 全面涨了 已经涨了两成了 所以现在连面线湖都不便宜 那更别说饮料店了 现在饮料店其实也开始要涨了 包括大家很喜欢喝Coco 去Coco一定要喝珍珠奶茶 那现在珍珠奶茶 已经涨了五块钱 五十块变成五十五块 另外大家很喜欢喝了百箱双响 百箱的双响炮也涨价了 也涨了快七块到七十块 另外马谷茶坊也涨了 也都涨五块钱 其实各家的饮料店 其实通通都涨五块钱 其实就反映出 他们现在可能预期都 店价可能明年会涨 再来人事成本也会涨 所以通通在这个此时此刻 跟着调涨 所以我们刚看到是树名美食 蚝蜜蜜蜜 一直到珍珠奶茶 一直到相关的手摇引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吃得到 负担得起的 我现在为什么形容 它是全线的调涨 因为居然连顶级的消费 涨破天花板了 顶级的消费那是涨更多 大家喜欢吃这个buffet 尤其是台北第一的 文华东方酒店的buffet 其实从明年一月三号开始 从五间的十段就开始涨 它其实今年就已经涨过一波 但明年要继续涨 今年已经从二五八零 涨到了二三八零 那知道明年这个文华东方的 自助餐要涨到多少吗 最高涨到三千三百八十元 那如果再加上这些服务费的话 哇 吃一餐可能要四千块 将近四千块钱 但问题是它今年一月才涨过价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很多的这些店家 其实他们都有预期心理 包括店价的部分 这影响他们非常深的一个情形 所以可能这个物价 反应在今明两年的可能会逐步的推升上去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那个鸡蛋产力价格 不是已经是往下修正 为什么你早餐店 老板我要个煎蛋 或者是我要加蛋 价格是闻风不动 上去就不下来了 很多宝宝妈妈妈现在知道 这个菜市场看到那鸡蛋 其实价格都往下降 那之前过去价格 鸡蛋因为缺蛋关系 价格被抬过一次 那现在往下降的时候 大家想说那鸡蛋价格是不是 如果去早餐店点鸡蛋 价格是不是要回来 结果现在有民众点 我去早餐店点鸡蛋 加蛋还是要15块钱 没有回到这些人10块钱 那现在就引发讨论 那现在这个民进党的前市议员 王浩宇就说 他说那你们这些人炮轰 这些物价没有下降的人是巨婴 说你们这些 那大家说通膨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大家的薪水也有涨 所以物价不可能降 他说连15块钱的荷包蛋都买不起 蛮可悲的 这句话其实出来之后 就让人家觉得有些争议 因为其实坦白说 店家也有店家的难处 那民众当然也有民众的难处 我跟你讲 王浩宇 我尊重你的发言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花10分钟 15分钟讨论这一题 5块10块要跟你计较 你说的没有错 有人就是连15块的荷包 再买下去 心都会痛 为什么 丁锡呢 丁锡都被通膨吃掉 就算你加薪也被通膨吃掉 所以现在就算今年看起来 我们实际上的数据 看起来不错 今年前八个月 我们实质的总薪资平均数 是增加的 甚至有六年来最高 有人解读说是薪资代表 追上通膨 看起来好像是 可是问题是 低于这个平均薪资的人 是非常多的 等于现在薪资变快 变成M型化社会 你知道吗 领的高薪的很多 但是领低于平均值的人 更多 所以即便台湾的GDP 看起来是有正面的成长 而且成长了非常多 成长了22.6 赢过美国 日本韩国 但问题是 这些钱到哪去了 你的员工有分到吗 员工看起来 显然是没有分到 都分到老板 分到股东的口袋里面 所以员工们被分到 报酬其实反而相对来说减少 而且月薪低于四万的朋友 其实占了全台湾的劳工 是百分之四十的 你就是说 大多数的劳工 并没有因为我们的GDP成长 而薪水 实质增加这么多 这是没有成正比的 旺者刚刚提到了 月薪四万 放到现在的寿星阶级 都不能算差了 你知不知道月薪四万 在台湾活得有多辛苦 是 结果网友说 我毕业一两年工作 我像月薪四万 我希望能够搬出去住 搬出去住的话 或许还可以存添旅费 他问网友说 这个有可能发生吗 结果网友说 你还有一个月 要一万的孝心费 扣到一万之后 你剩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如果你搬出去住 再扣掉这个房租 水电费 再加上你的交通费 还有时速费 其实已经能够平衡就算不错了 更别说存钱 那他说他要想去外面旅游 就网友建议他说 你不要想 你这样就加入我们月光族的行列吧 你要旅游OK 你就去你家附近的7-11旅游吧 就比较快 所以就变成说月薪四万块 如果你要搬出去住 其实薪水还是来说相对吃力 这个再讲下去 就是世代的剥夺感了 我在职场 我没有办法赚到一个 足够支撑我 舒适生活的薪水 平衡摸就没关系 我们来去 碰碰看来不能有些小确幸 我们去跟着摸彩 看能不能抽到一些 好的幸运之神的眷顾 结果呢 遇到了百亿年都碰不到的鬼故事 我每次去编地商店 那个超商店员问我 要不要刷载具 我当然二话不说给人家刷一下 希望我下个月对奖的时候 能够对到发票 财政部宣布 现在从9月到12月开始 这个美其的云端发票 他要增加奖项 500元的云端奖项 要增开50万组 听起来很诱人 对不对 他说如果明年预算 增加到100多亿 还会再增加这中奖数 不过呢 现在却被人家抓住 这个抽奖是不是有点问题 这云端发票的抽奖 或对奖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好像每次中都是那几个人在中 他们因为这个活水系 有办个活动 说为推广的云端发票 他办了几次的抽奖活动 结果发现 有数十个人参加这个活动 竟然有四个人重复中大奖 几十万人参加活动 抽来抽去都是那四个人 这不是有鬼吗 这个问题很大 那我就摊开来这个表格 来看到底是哪些人中了 哪些奖引起这么大名誉 第一个就有看到 有一个叫刘先生 刘圈祥 他中了这个iPhone15 结果呢 他在另外一个奖项 他也同样中了iPhone15 等于一个人拿了两只iPhone 你知道吗 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事 说出来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高圈君 他上面中了一个iPad 结果下面另外一个奖项 他又中了一个iPad 一个人拿了两只iPad 陈先生你怎么这么好 你在这地方中了一个iPhone 然后你在哪里 陈先生你在这里又中了一个iPhone 怎么每一次都是你这么幸运的陈先生 这都不会是我奇怪 那为什么都是这位这位陈先生 大家很好奇 所以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他不是有这些奖项 后面还有很多什么 包括一些超商礼券等等 可是你要看 这几个人中了都是大奖 而不是小奖 这让他觉得匪夷所思 甚至有网友说 我不服气 我用AI来跑程式看看 我用AI写程式说到底一个人能够重复中奖的几率 几率有多高 结果他算出来说几百亿年 如果每秒跑这个数据也轮不到他 一秒抽一次好了 更何况不是每秒再抽 换句话说我一秒抽一次 密集的抽抽抽抽抽抽 都要一百亿年才碰得到一次 那天底下怎么会这么小心 这位陈先生这位高先生或是高小姐 你们可不可以连续两只iPhone 连续两只iPad 说出来其实大家都不会相信 所以活见鬼了吧 网友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财政部给一个说法来吗 国税局有说 我们每次抽奖都有律师陪同 一切公开透明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还是被网友抓包 所以现在就有爆料者出来 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高圈君 他在名单里面中了两只iPad 结果发现 也有在财政部的员工资料 里面看到有个高圈君 他在今年的十月到十月 就调到了台北国税局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高圈君怎么跟那个中奖人资料 好像有点吻合 那财政部是不是要出来讲 就把这资料公开透明出来 所以这个幸运的高小姐或高先生 人就是财政部国税局里面的人 是啊 所以现在希望国税局赶快出来讲清楚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你要讲清楚 那因为这个是民众很在乎的小学生 结果发现旅温是政府单位里面 那当然会引起大家觉得不公平 另外财政部之前办过这个税务抽奖活动 超商里卷五十名 结果发现同名同伪名的 还有信箱相似的五个人中了二十四个奖 这个大家讲出来大家都觉得不公平 其中最多姓是什么 姓彭的十五个人比例高了百分之三十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财政部也开始紧张了 昨天深夜连发五点声明 说我们继续查下去 如果有结果就会对外说明 但问题回来 今天这些东西 其实为什么民众这么在乎 第一个经济环境不好 那希望民众有在这个抽奖 获得小学生 结果你获得不了 反而出现这些重复中奖的人 就还被抓到说 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单位里面 民众当然会引起民怨 而且这是更强烈的剥夺感 所以政府一定要讲清楚 你这个剥夺感 如果是剥夺一般民众的小学生 那政府会这个事情 会吃不完兜得走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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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